拍雪第二周,回国的朋友们陆陆续续结束了隔离 留美的朋友们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今天的vlog带你们来堆个雪人 然后看看我最近都买了什么 上一期vlog给大家看到了变化多端的明周天气 本以为春天正式来了 没想到上周日下了一场巨大的雪 看着这么大的雪 中午实在不想去食堂了 就在宿舍里泡个面吃 开了之前囤的玉米罐头和鸡胸肉罐头 在拉面汤里泡一泡 实在太美味啦 晚饭前,外面的雪小了不少 下去多一个雪人吧 穿一双超级厚实的大靴子 楼梯间的窗户上都被湖满了雪 没问题 可以对 没问题,你看 啊,可以 哎呦,飞到我脸上了 那边的雪球好像已经要成型了 看不到路了一天 其实这是本南方人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堆雪人 来明周三年了 惭愧惭愧 冬天明周太冷了 雪会非常干 一捏起来就会散掉 根本没法堆雪人 三四月份的雪会比较好堆 但是堆一次雪人真的要花好多时间和体力 这次正好碰上开学第一周的周末 还没那么忙 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堆一个大雪人 这个头身体上去的时候 不小心出现了一点意外 要说大意外了 然后另外半个头在地上 这个顶上不太平 要磨一磨平 就像那种什么被削了一半胳膊的雕塑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雕塑被削了半个头 还是重新再用一个雪子吗 你这个好像不太行 越弄越惨 为什么会这样 压实了 这边好像比较平 为了防止雪人摔倒 我们让这个雪人拔地而起了 那对雪中遛狗的老夫妻 刚刚在为我们的雪人欢呼 来挖两个眼睛 我觉得它像叼了一根烟 烟转烟吧 我们要在这儿好一番爪 就脚上踢着这个石头 嗯 东西一动 拿起来当扣子 挺好的 还不错哦 下雪之后的学校 真的好美哦 有没有很像那种童话小镇 对完雪人到食堂之后发现 学校已经把复活节的装饰布置起来了 有很多彩蛋和小兔子 雪都化成那种冰水 然后走路就夸吃夸吃 路上捡到了个这玩意儿 来给雪人 来给雪人安个鼻子 可以可以 回到宿舍喝一杯四五红糖水 暖暖身子 这个也是之前在网易严选上买的 冬天从雪地里回来的时候喝了特别舒服 小雪人还在 地都被风吹平了 哎呀我们的小雪人 他眼睛鼻子 那个扣子都没了 福镇 可怜的小雪人 拜拜 第四天的雪人 他的腰还在 我的雪人没有活过 第四天 他没有能见到第五天的太阳 本来每周六晚餐食堂都会提供冰淇淋 可自从食堂变成防疫模式之后 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开学的第一个周六 学校为了抚慰一下学生 晚餐提供了圣代 墙上有一些学校的老照片 感觉好棒呀 网课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习惯了上网课之后 觉得效率还挺高的 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通勤时间 去楼下打印的谱子 找间自习室准备上深月课 最近在学习飞加楼的婚礼第二幕的一首涌炭调 Voygesapete 上周上深月课的时候发现 唱到高音 教授那边听着声音就破音了 没有一个好一点的麦克风的话 这学期的深月课貌似都会很糟心 最后跟学校申请了一笔紧急资金来支持我的深月课 惊喜的是 学校真的直接给我打了一笔钱买话筒 第一次装话筒还是折腾了半天 不过最后完美解决问题 老教授在屏幕那头笑开了花 在压米上奢侈的买了两杯看起来非常高端的奶茶 打开之后发现原来就是给了茶包和奶粉 另外一样东西买的就很称心如意了 九五后小时候是不是都吃过星球杯呀 嘿嘿 里面有这个小卡片好可爱 背面说冬天可以把星球杯放在热水里放一放吃 一大桶还挺多的 然后就是这个网红三顿半咖啡了 其实就是吉容黑咖啡 说明书特别可爱 小罐上的编号有1-6号 代表了咖啡的烘焙程度 1号是最浅的烘焙 偏酸会有一点果香味 6号是最深的烘焙 偏苦有一点巧克力味 还有一张表格来告诉你各种推荐的搭配方式 先来试试五号 我用了一丢丢热水把粉化开 其实也就变成了去掉油脂的浓缩咖啡 然后加热牛奶或者冰牛奶都可以 用热水直接冲4号喝 感觉还不错 可以做一杯豆奶咖啡 冲好一杯豆奶后 用2号试试 加水化开咖啡粉之后才香起来 粉直接倒进热豆浆也能化开 味道有点像美国星巴克前阶段出的 Oat Milk Latte加了水的感觉 还有一个操作就是加苏打水 用3号来试试 以前我就经常把柠檬汽水加到浓缩咖啡里 喝起来有点像国内星巴克的气炫冰山美式 总之三顿半的这款素绒黑咖啡颜值惊人 给了很多创意的操作方式 没有咖啡机的话 日常在宿舍里喝真的很方便 而且每杯价格算下来 肯定也是比去外面买便宜不少的 颜值高方便审视味道还不错 疫情期间我应该还会回购 不过对口味的区分度就不要抱过高的期待啦 如果所有种咖啡都能让各种果香味足够明显的话 那精品咖啡师们也是要失业啦 看着一小滩雪 它就是我们的小雪人 在这里留下的最后的印记 好期待 感谢观看